那你說價格呢 你要小心 很容易高價套牢 他們是很容易高價套牢 你說什麼 南港一坪一百多萬 你回去看南港其他房子 也沒有那麼多價格 那只是他願意賣一百 就像 陶珠穎人賣六百萬 你要去買嗎 所以台北市要注意的就是 高房價真的會沒有人要買 台北市其實是對房價是很敏感的地區 跟對房子本身是很敏感的地區 那目前台北市的抛售狀況就是小套房 台北驚奇九十幾筆 新川普也是小套房 新一區嘛 新一計劃區啊 新一路武斷對他的計劃區內 四十九筆 這個房子據說看得到象山 金站 地上全 四十五筆 對啊 隨著時間流逝金站的房價 就漸漸的沒有人要 連賈山林都不要你要要什麼 對不對 信義相謝 十六年信一路武斷 哇 三十五筆 小套房 然後積太之心 中山區 也是小坪樹的 所以小坪樹的房子 在台北市漸漸真的失去光彩 不要說是因為出租不好租 或是高租金 因為沒有這麼多外商來台灣租房子 因為以前大家弄一個夢 就是外商人士來台灣工作 然後給你租房子 然後租金租很高的想法 沒有那麼多外商 哪那麼多外商都回去了 不要抱持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比什麼撿獅子的中毛還要不切實際 不要想太多 懂嗎 所以套房漸漸失去它的重要地位 然後只要社區一凌亂 你以後就不用住到什麼高級的 那種什麼真的日商的高級幹部來台灣工作 也不會想要租你的房子 要住飯店就好啦 因為現在飯店很舒服啊 而且現在飯店空的很多啊 到處都在打折啊 住一間五星級飯店 比如說精華才3300 什麼兩個晚上五千都看過這樣的數字 多便宜啊 所以台北市的套房真的是岌岌可危 不要再投資套房的事情 當然 每坪點價十六萬大直小宅 旅船陪售商業宅 讓利百萬脫手 在大直呢 就是不只是大直 這個新聞是講的是說 大直的商業宅 就是登記一般事務所 可是你卻來當住的那種假住宅 不好脫手 你要賠瘦才脫手 因為你的戶籍牽不進去 沒辦法攪帶金 台北市長跟內政部在互相槓來槓去 就是這種違規住宅就麻煩了 所以像同樣的東西啊 在內湖的五期重化區也有很多違規住宅 只要是違規 在台北市 不管是哪個市長當家 都會不好賣 好 除非出現官商勾結 或是比較 比較 沒有這種市長啊 這幾年 陳水扁也是啊 柯文哲也是啊 都在打擊不該出現的那種違章建築 因為台北市的鄰居 對於違章建築很不爽 不喜歡鄰居違章建築 台北市的水準真的比較高 所以你的登記有問題的房子 或是你要想去做陽台外推的房子 都不要碰 這個是台北市目前買房子的狀態 那你說價格呢 你要小心很容易高價套牢 台北市很容易高價套牢 你說什麼 南港一坪一百多萬 你回去看南港其他房子 也沒有那麼多價格 那只是他願意賣一百 就像 陶租影員賣六百萬 你要去買嗎 是不是 不是的